文化的激荡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像是蒙古给人的印象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游牧音乐也显得辽阔苍凉 像是蒙古特有的演唱方式叫呼迈 就是不需要任何乐器 只靠着喉咙的高低音进行转换 那就很震撼了 台湾的呼迈演唱家从蒙古学回来之后 以徒步的方式走走唱唱 果然引发回响 而台湾人很熟悉的太极拳 则是由武当山的教练亲自教学 小朋友也静下心来大打太极 细雨萌萌雾兰缭绕 在梦幻仙境群山环抱中 这里格外妙不可言 大道院清幽庄严 是台湾中部知名参拜景点 经常有大朋友小朋友来这里修身养性 来 属食线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大小学员都是武术班的老班底 但拳脚不急不躁极其平缓内练 太极是四 四 五 明明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小小朋友却能够静下心来学着打太极 因为他们的老师来自太极拳的发源地武当山 好 念他 很多的一些小动作 他都会就是会帮我们调整 要做到位 2004年台中的道院跟湖北的武当山道教协会结为联盟 从此有来有往互动频频 武当山的船人也连着好几年来台湾交打太极 武当山他们来这边也有表演 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过来这边做法会 然后也有表演武术都有 活动跟多元化 就是白天可能是送金 然后我们晚上就安排了这个武术的表演 让大家更亲近这个武术 然后更能够享受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武汉这边武术的这个文化 湖北的武当山是大陆道教圣地 除了自我修行 也积极将太极拳普及化 规划各种武术般体验营 从日常生活里实践太极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老师会带我们在大庭院做一个走路的 好 注意哦 我们现在要绕圈走哦 大家都觉得走路其实没什么难啊 大家都会走路啊 但是老师教我们是 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的眼手挑戏都很重要 你怎样走得越轻松 而且你要保持你的体态 记得挑戏 来台湾教学的老师 出自武当山的武术学院 学院成立以来 有不少欧美老外拜师 也培养出很多教练师资 成为武当山的招牌亮点 就是一起到武当山 那相关当地的人 他也带我们去武当山的武术学校 里面去做观摩 然后当地的这些武术的学生 还有这些教练这样子 都亲自的帮我们来做演示 然后慢慢的就是跟他们越来越熟悉 疫情之后武当山再度热闹起来 玄天上帝诞纯那一天 台湾信众租团前来 敬香朝圣非常期待 我曾经也在这里读了两年的 道教学院的书 因为疫情三年多 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我们一直想回到祖庭来 那今天难得这个机会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贤弟 看到所有的老朋友 两岸交流频繁 宗教武术的爱好者到大陆追根溯源 苍凉的游牧音乐也在台湾引发心灵回响 台南老巷弄里人生第一鸣回荡 马头琴浑厚生辰 一个人一把琴 演奏阵容显得孤极 这正是蒙古游牧音乐的开端 他在唱的过程中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很孤独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孤独是很饱满的 低频的呼麦是 然后高频的呼麦就是需要有那个基础音 它的声音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很立体的世界 蛮能想像他们说的以前在草原上放牛放羊的时候 唱呼麦的时候那种感觉 靠着喉咙转换高音低音 这种起源于蒙古的演唱方式名为呼麦 黄玉成在大四的那一年偶然听见非常震撼 立刻飞到内蒙败师学艺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我在那边遇到很多好人 就算是贫水相逢的人也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不是第一个从台湾去学的人 已经习惯很多人来学了 但是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大家对于我的旌旗的地方可能是我待的时间比较久 黄玉成三度飞到蒙古精进喉音技巧 回到台湾之后跟与女朋友一起花了15天 从桃园徒步到高雄阿联 走走畅畅之间果然引起共鸣 我会觉得定点的分享很像放烟火 放完之后就没了 我想要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决定用最慢的速度去移动 然后在移动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让更多人接触这个文化 我真的看到有很多人是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音乐 是因为我们走出来 而且是用走路的方式 我们才有机会跟这片土地上的人相遇 然后他才有机会听到这样的音乐 这种感动对我来讲是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深刻的 为了推广胡迈 黄玉成还走进校园开办教室 独特的音色也意外接到 恐怖片的配乐邀约 接着电影有更多人 在不经意之间接触蒙古音乐 文化的激荡也在两岸的交流当中 不断的发芽 结果开花